全国24万以上的选务工作人员 说他们选举舞弊 说他们做票 这个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痛心 捍卫工作职人员大选中的付出 选举落幕 但网络上疯传影片 只以有做票疑虑 中选会大动作出面驳斥 六都选委会代表也练习 针对传出票箱藏票 选务人员党派都一一说明 纸票箱有长票 这是没可能的事 来说选务人员党派 这个不当的一个指控 要拍摄开票作业 这是依法可以来拍摄 极少数的投开票所 选务工作人员 没有按照我们工作手册的规定 来进行开票的作业 我们会列为检讨的个案 对一系列影片中有创票后次 和登记后次不同 引发大批网友讨论 外界也好奇是否会重新验票 有些影片是经过剪辑 有些影片看起来是真的 但是他在影片中是混唱了 区域立委的一个票数的声音 有诉讼在法院 法院认为必要他会演票 不是说你一根压力出来 我们就要去演票 不可以的 李信勇承认有一切可受公平 而且开票时各党都有推派 监察人员助手 也认为如果有候选员不能接受 可以随时提请司法诉讼 只要法院认定 任何一位选务工作人员 他有违法舞弊作票的情形存在 我中选会主委李敬勇 副主委陈朝建 立刻辞职下台 罕见说正话 李敬勇严厉谴责恶意奏友 认为只称作票是伤害台湾民主 中选会也针对极少数网传 特定个案详细检讨 虎于外界别再放大散布不实讯息 没事的事宋宏林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